于上班天天受到无良总裁压榨 下班后我只能用他的名字写小说 让他在小说里当我舔狗 对我极尽谄媚 来发发我受的窝囊气 直到有一天 我的小说莫名爆火 总裁名字和公司 还有照片都被扒了出来 网友在底下发问 这美丽多金的霸总 真是你舔狗吗 坐着 没想到总裁柳如烟 竟顶着十名网民亲自给他回复 我舔不舔不知道 但我知道他是真的狗 我突然火了 起因是一个街头采访 前面采访的人都光鲜亮了 轮到我时 我顶着四天没洗的油头 宽松T恤大裤衩 脚踩动动鞋 脸上除了油光 就只有死气 前面 主持人让每个人 讲解自己的穿搭理念 可轮到我时 就只剩下沉默 但我还是主动挤出了笑容 讲述我的穿搭 我们公司企业文化很好 上班的时候 大家都会比谁穿得更恶心 主持人尴尬地笑了笑 得知我在上市企业上班后 开始询问一些 关于职场的问题 请问男女同事 都在一个空间午休里 会不会尴尬呢 为什么会尴尬 大家都是关在格子间里的牛马 睡在一个棚里而已 请问您怎么平衡事业和爱情呢 我瞪大眼睛有些疑惑问道 大家现在都事业爱情双丰收了吗 为什么我不仅没有爱情 连工作也只是赚点窝囊费 主持人又一次陷入沉默 您能简单描述一下 你的日常工作吗 就早上起来挤地铁 运气好的话 地铁刚到站 就能被身后的人群推上车 运气不好 等四五次都挤不上去 到公司就打卡 开始一天的牛马生活 老板说出的话是不一定兑现的 下周三的方案是本周五就要 开会的时候是互相甩博的 晚上的班是一定要加的 一个月赚的钱是刚刚购付房租的 这下连拍摄的摄影师 都对我露出了同情的脸色 主持人心疼地问我最后还有什么想说 刚才你们说参加采访 就可以得到免费的矿泉水 能给我一瓶大的吗 我喝完 捡个口还能当垃圾桶用 工作人员心疼地给我一瓶最大的 让我扛回家 我的视频在网上爆火 引发无数共鸣 有人在看段子 有人在照镜子 杀了吧 我朋友的尸体有点不舒服 大家都是同样的牛马 到底是谁在赚钱啊 还有在评论区问我怎么调节情绪 看到这条评论时 我刚上传的最新一张小说章节 名字叫 老板给我当舔狗的日子 毕竟天天被无良老板压榨 这谁能受得了啊 于是我下班后 开始用老板的名字写小说 让他在小说里当我舔狗 对我极尽产昧来发发我受的窝囊气 但视频刚爆火 我就被老板叫去谈话了 季秘书 你对公司的怨气似乎有点大呀 我的顶头上似柳如烟 此刻就坐在我对面 敲着二郎腿 一边悠闲地喝咖啡一边和我说话 我现在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你从一堆女人里选中了我 大胆地冲上来和我交谈 老板 那只是为了找工作正常的手段吧 是吗 我没见过有人在高铁上四处发简历的 当初毕业我迟迟找不到工作 于是系上新来 买了一张传说中单位最重的金户高铁 拿着我刚刚打印的一百多份简历就上了 老板你好 我是纪博初 刚刚大学毕业 擅长 我从一等座一路发到商务座 车厢里的人各个面前放着电脑 带着蓝牙耳机 说的英语比我在加州听到的都纯正 车辆到战时 商务座里有个容貌异常美丽的女人 把我叫住了 并递给我一张名片 你还挺有意思的 我正好缺个助理 来嘛 我看着名片上的名字 柳如烟 那时候我还不知 自己即将踏入一个怎样的深渊 我就这么兢兢业业干了五年 从一个阳光热情的毕业生 变成了浑身散发班位的顶级社主 身为柳如烟身边的首席秘书 我从来不敢对上她的眼睛 我害怕一个眼神对视 她就要指使我做事 柳如烟的话 是我这辈子最害怕听到的声音 每当她说出纪秘书三个字的时候 我都猛然惊醒 我知道牛马又得开始更定了 如果你对公司有什么不满 大可以告诉我 我挤出了一个笔窟还难看的笑容 咬牙切齿 没有了 毕竟我要是真说出来 这份工作可能就没了 我这个月的房租还没交呢 顶着柳如烟审视的眼神 我瑟瑟发抖 既然如此 那好吧 她会挥手让我离开 我走出办公室后 突然收到一条来自银行来的信息 我的卡里多了两万块钱 紧接着是柳如烟的消息 上个月加班辛苦了 这是我私下给的奖金 从这个月开始 你工资再涨30% 资本家终于人性化了一次 我几乎要冲到办公室里 去扣谢她的大恩大德了 但这种喜悦 也仅仅只是维持到下班前 下班的时候 柳如烟突然说要送我回家 电梯到一半时 又上来几个行政部的同事 他们拿着手机在聊天 最新的一张你看见没有 看见了 老板居然为了讨好男员工 穿女服装了 这个剧情怎么这么熟悉 这不是我昨天更新的章节吗 他们在讨论我写的小说 柳如烟也听到他们的话 突然开口 你们在谈论什么 小说吗 对 有一本网上停火的小说 老板因为深爱男员工 一再降低自己底线追伏的故事 不知为何 柳如烟居然好奇起来 还让他们给他看看 同事把自己的手机递过去 柳如烟扫了几眼 柳 瘦 这作者怎么会取这种名字 我常舒一口气 按赞我的聪明 毕竟柳如烟 会经常出现在各种商业杂志上 我脑子有病才会写真名 于是编了一个假名字 又和他同性 还非常符合他的性格 不过这剧情没有段 老板深夜和男员工 在路边吃烧烤的环节 我觉得好熟悉啊 纪秘书 上个星期我们才一起吃过烧烤的 我沉默不语 其实已经汗流加倍了 上个星期加完班 柳如烟突然提出送我回家 看到我家楼下的烧烤摊 又忍不住去消费 等待的间隙 柳如烟突然开始长续短叹 最近爸妈总是催我谈恋爱 纪秘书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谈的男朋友啊 说这话时 她的眼神还时不时往我身上瞄 谁懂啊 这种下班后 还要强打精神应付老板的感觉 真的很难受啊 被爸妈一直催 我感觉耳朵都要起剪子了 是不是真的该去谈恋爱 如果不想被催 您可以考虑 送董事长和董事长夫人去上老年大学 六十多岁正式闯的年纪 柳如烟似乎轻叹了一声 随后陷入沉默 直到考穿端上桌 她又开始念叨 长这么大 我都没谈过恋爱 别说接吻了 都不知道牵手是什么感觉 你想体验一下舌吻的感觉吗 听到我的话 柳如烟眼前一亮赶紧开口 真的吗 不太好吧 我不是这么随便的人 但是如果是你 老板 再考二十串鸭舌 麻烦快点 烧烤师傅动作迅速 很快端上二十串鸭舌 我把鸭舌推到柳如烟面前 老板 现在你可以试试舌吻的感觉了 拜托 吃点东西 闭上你嘴巴 柳如烟看着鲜香麻辣的鸭舌陷入沉思 记博出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喜欢鸭舌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可以去给你买根绿舌头冰棍 就因为他在烧烤店里 突然一某扭扭捏捏的磨蹭时间 我当天晚上十一点半才到家 气得我索性叫也不睡 拿出电脑怒更了一张 柳瘦在烧烤店对男主真情报道 然后被恶狠狠拒绝 但他却依然不肯放弃 甚至主动给男主 发自己私密小照片的戏码 写小说不可怕 可怕的是自己写的小说 被周围的人当众念了出来 柳如烟往下翻看 不自觉念出声音 只见柳瘦在镜子前摆弄着自己的身体 姜腿 眼看着节操不保 电梯终于到达 我哀嚎一声 快步走出电梯 柳如烟赶紧追上来 老板 我突然想起来 我二舅妈今天在医院里 我得去看看她 先走一步 我飞快逃走 恨不得离柳如烟远远的 其实以前我也是很热爱工作的人 直到后来 我发现工作是永远也做不完的 就算今天能拒绝和柳如烟同车回家 第二天还得乖乖出现在她面前 因为我在网上的视频突然爆火 上午股东们开会的时候突然提到我 金秘书对公司有什么不满的话 大可以向我们提出来吗 你怎么能在网上发泄怨气 对公司造成不好的影响 对啊 不想当着我们的面说 你还可以给公司的投诉箱写信吗 我攥紧拳头 努力不让自己笑出声 这些人要不先把投诉箱顶上 那四个监控拆掉再说这种话吗 一群人的视线都落在我身上 他们刚要张嘴开始数落我 一直沉默不语的柳如烟 却突然敲了敲桌子 清脆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 打断所有人的话 我的秘书有什么问题 应该也轮不到别人教训吧 有柳如烟的维护 大家对我也是敢怒不敢言 会议结束后 我收拾东西正要离开办公室 柳如烟突然叫住我 寄秘书 以后受了委屈 一定要告诉我 他挡在我身前 义正词严的开口 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捂命 或许此刻应该配些韩剧的BGM 来凸显他的霸道深情 可惜作为一个社主 我的心 比在大润发杀了十年鱼的人 心肠还要硬 谢谢刘总 你可以让一下吗 没看见我手里 还抱着一大堆资料吗 还让我在这儿傻站着 真是眼里没活 我正要抬脚 柳如烟又一次叫住我 那个 寄秘书 你上班真的只是为了挣钱吗 他死死盯着我 像是不想错过我脸上每个表情 四目相对时 我看出他眼中隐隐的期待 刘总你说什么呢 当然不是为了钱 柳如烟眼里闪过一样的光彩 那你上班是为了什么 当然是为了有规律的生活 可以晚睡早起 时刻体验猝死的感觉 让我更加珍惜生命最重要的是 我上班不是为了赚钱的 想赚钱谁来上班啊 这三千五的工资能让我发财 真搞笑 柳如烟嘴角微微抽动 努力挤出微笑 我明白了 寄秘书真是语出惊人 既然如此 今晚的晚宴你陪我参加吧 干 又加班 我对这种大家都不吃东西 每个人都带着假笑的宴会 向来是敬而远之的 吓不住老板要求我陪同啊 在车里 柳如烟就问我 知不知道今晚的工作重点 我立马拿出准备好的合同 我查过了 合作商今晚也出席宴会 咱们找到他 让他签字 否则 这个神出鬼没的合作商 又会不知道跑到哪个地方去度假 项目拖一日 我的事情就多一件 还不如快刀斩乱麻 我真是个称职的秘书 但文言 柳如烟只是翻了一个白眼 最重要的是保护我 我打量着常年健身 从小学散打的女人有些疑惑 你也知道我还没结婚 家事好长得也漂亮 走到哪里都是焦点 万一宴会上有男人涂抹布 往我杯子里下药怎么办 所以你得跟在我身边 贴身保护我 好好好 宴会上其他男孩子听了 都想报警的程度吧 但万万没想到 这件事情居然还真的发生了 就在我去上个洗手间 实则躲在里面摸鱼的公布 柳如烟突然给我打电话 说自己被下药了 为了保住清白 他强称地先去楼上酒店开了个房间 让我赶紧去救他 找我有什么用 我又不是医生 又不会治病 我走到房间门口 刚敲敲门 里面就传来脚步声 门打开一条缝隙 里面钻进来一只手 直接将我拽入房内 寄秘书 你得帮帮我 室内一片昏暗 只能听见沉重的喘息声 感受到紧紧抱着我的火热身躯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 柳如烟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耳后 激起一片战力 我背底在墙角无处躲避 脑海里不断闪过 这些年和柳如烟相处的点点滴滴 我刚才本来是想去找合作商签字的 没想到他们居然往我杯子里下摇 还有一个男人偷情了我一口 什么 我心里一惊 脑海里 像有根紧绷的神经突然断掉一板 算了 如果你不愿意 我不会强迫你的 柳如烟松开我 转身走进室内 像是要把自己引于黑暗中 我咬牙心中天人交战 最终决定上前 从背后紧紧抱住柳如烟 我可以帮你 真的吗 记秘书 我就知道你 我爆发巨大的潜力 两只手从身后还住柳如烟 双手扣在她的胸部往下 用力挤压 幸好前段时间 公司外出学习培训的海姆立刻急救了 还没被我忘记 在我一番操作下 柳如烟把今晚喝下去的酒 全部吐得干干净净 不是 这不对啊 她瘫倒在地上 手指颤抖着指着我似乎还想说什么 我看了眼时间 顾不上其他 着急地扇了她一巴掌 刘总 咱们快点起来 去找合作商签字啊 她可以失去清白 但前提是让合作商签字啊 那合作商跟我们合作好多年 什么尿性我最清楚了 每次都拖着不签字 找个地方旅游 中间还得说自己又想到什么好创意 让我们改方案 我每次对接的时候 心里压力都很大的 快点 赶紧起来 今天说什么都得让他们签字 我一掌把柳如烟拍起 拽着她往外走 柳如烟顶着一张苍白的脸 和愤恨的眼神找到合作商 合作商立马乖乖签字 看着签完字的合同 我心里瞬间满足了 刘总 我给你打个车 你去医院洗个胃 以防万一吧 天色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毕竟我家是老小区 超过凌晨十二点再回去 门口保安大爷要收开门费 记不出 我刚坐上出租车 柳如烟就在车外叫我 我在你心里 是不是一点都不重要 夜晚的路边 寒酥瑟瑟 柳如烟就站在路边 任由寒风吹拂 她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固执地想要一个答案 我心里疑惑 还没来得及开口问 司机已经一脚油门离开 开车的是个大哥 非常热心肠 小伙子 千万不要被女人的鬼话骗了 他们这么问 都是为了让你退让付出 真以为谈个恋爱自己就了不起了呀 谢谢大哥 但那个是我老板 短暂地沉默后 大哥尴尬地笑了笑 其实都差不多嘛 老板就更可恶了 不仅让你付出 还不想负责 从那天晚上之后 柳如烟就好像变了个人 变得不爱说话 每天犹豫地看着落地窗外的风景 有时候会突然仰起头 好像忍着让眼泪别落下来的样子 甚至偶尔还会对着花草自言自语 站在旁边数叶片 嘴里念着他爱我 他不爱我云云 偶尔有同事来找我打听情况 我对此的回应都是 他脑子又抽风了 寄秘数 你知道吗 刚结束远程会议 我进去送咖啡 听到柳如烟这话 我就知道他毛病又犯了 果不其然 下一秒 这女人就突然一只首符额开始装身尘 有一种女人 她从不抽烟 喝酒有度 朋友面前嘻嘻哈哈 生人面前沉默不已 看起来刀枪不入 却唯独对一个男孩费了半条命 你知道这个男孩是谁吗 说着他的目光又落在我身上 我这一天天的 太难了 上班如上坟 工作风险仅次于老板 工资略高于保洁就算了 还得时不时面对老板的抽象文学 怎么 那个男孩是职业杀手吗 柳如烟深呼吸一口气 挥手让我离开 他就这么抽象了一天 晚上睡前 他又给我发消息 寄秘数 你看 他给我发来一张照片 是一张坐在沙发边的对镜自拍 柳如烟刚洗完澡 穿着黑色浴袍 和冷白的肌肤形成鲜明对比 发烧额间还有水珠在往下流淌 轻薄的面料被水浸湿 逐渐显露出神秘领地若隐若现的模样 深夜发来一张这种意味不明的照片 心思不言而喻 我将照片放大又放大 最后发出尖锐报名声 顾不上其他 直接一个电话打过去 柳如烟电话倒是接的快 寄秘数不用这么激动 这照片只属于你一个人 其实我对你 大傻春 你在干什么 我问你在干什么 为什么我给你的文件还没有签字 还摆在桌子上 我不是说了那份文件很重要 明天就要用 让你连夜看完吗 还有你洗完澡 为什么不擦干 水要是滴在文件上了怎么办 你能不能注意一点 幸好我心思坚定 不仅没有被美色迷住眼 还及时注意到角落没签字的文件 我真是兢兢业业好员工 这不给我家的工资都说不过去了吧 你怎么不说话 我注意到电话那头诡异的沉默 很快沉默转变成为细密的哭声 呜呜 没事 我的自尊心被打击了 我先睡了 说完电话就被挂断 我百思不得其解 最后又给他发了一句 老板 文件仔细看 别忘了签字 明天带过来 那头飞快秒回 纪博出 你没有信 我都擦边擦成这样了 居然还没擦出我们爱情的火花 你知不到我 后面的话我还没看清 消息就被紧急撤回 最后变成两个字 好的 睡前 柳如烟又更新了一条朋友圈 这个城市 多了一个失魂落魄的人 在下面 还有柳如烟的父亲 有董事长的评论 怎么 你以前是狗 其实柳如烟也算不上很狗 相比于其他老板 他至少美得很突出 每次参加各种商业晚会 他和其他老板们站在一起合照 仿佛不在一个次元里 说好的会给我加工资 月底我第一时间查看短信 确实上涨了 柳如烟终于做了件人事 但我还没来得及高兴 下午就收到他的通知 寄秘书 周末陪我出差 很好 又一个周末没了 裴柳如烟出差挺苦苦的 因为他进入工作状态时 就是内卷毛 在车上都拿着文件在看 周末两天出差结束 回到家时 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 一想到周末的怨气 我气得咬牙切齿 这段工作真是一天都不干下去 越想越气 我当即翻身爬起 录写两张舔狗日记发在网上 或许是因为我在这方面 还有些天赋在的 随着我最新更新的柳兽 在雨中求和 追车狂奔 因为得不到爱情 撕心裂肺的哭喊的情节后 我的书突然得到了空前的关注 甚至评论区里 一群人问我老板到底是谁 笑死 这种事情要是被别人知道 我还混不混了 但我低估了互联网网友们的名为 短短几天时间 我的马甲就掉了 不过是一觉醒来 就有人凭借书里 几个零星的关于公司的描写 猜出了我的老板到底是谁 他们甚至找出了 我之前参加采访的视频 所以视频里 这个一脸班位的摄处 真的在被他的老板追吗 怎么可能 有这么优质的舔狗 他工作怎么可能还这么新闻 与其在这里猜测 不如大胆一点爱特柳如烟 请问柳总你怎么看 朋友 勇还是你勇啊 那我也来爱特柳如烟 大家都在评论区疯狂爱特柳如烟 问他是不是真的在做舔狗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 柳如烟居然真的回复了 他就顶着经过实名认证的大号 就这么回复了 我舔不舔不知道 但我知道他是真的狗 真好 一觉醒来 就感觉天斗他了 早上来到公司 我胆战心惊 来的路上 我已经在百度上搜索了一点 因为抹黑老板被辞退的 还能领到离职补偿吗 但是柳如烟早上来公司 经过我的公卫时 只是看了我一眼就离开了 甚至上午我们还一起开了会 中午一起吃饭讨论了合作商 看似一切都风平浪静 难不成是柳如烟不打算追责了 只是我还没高兴多久 临近下班时 柳如烟突然给我发消息 纪秘书 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刚进办公室 就见柳如烟的电脑屏幕上 显示的正是我昨天更新的小说 纪秘书 要不你先解释一下这件事情 完蛋 我知道我这下彻底完了 你对公司 或者说对我 有什么想法吗 下一步 是不是就该谈辞退的事情 与其这样 那不如最后出一口恶气 于是我直接找了个位置坐下 开始大涂苦水 首先是财务部 报销流程麻烦的比唐僧取经还难 我上个月申请的报销 这个月才到账 还有行政部那个办事效率 我都不想说了 还有公司食堂 我吉里呱啦说了一堆 说到柳如烟都沉默了 对公司有这么多部门 每个部门你都嫌弃了一点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位置 文言 我的目光落在他身后的椅子上 其实我也挺适合当总裁的 毕竟我也喜目不定 冷脸有味并不爱笑 最重要的是 我能快速适应 开豪车住豪宅的上流生活 记秘书 真没看出来 你居然基于我的位置这么久 反正要被辞退 我索性也默认了 但没想到柳如烟 只是笑非笑地看着我 然后就这么让我走了 不用辞退我 为什么要辞退 你要是走了 我起码得再招三个人 才能勉强顶替你的工作 网上的风波我会处理的 你不用担心 就没了 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离开办公室前 柳如烟突然叫住我 记博出 我一直问你对公司有什么不满 是担心你一直受了委屈憋在心里 如果有什么记得告诉我 真是不可思议 黑心老板居然罕见地说了一次人话 当天晚上热搜就被撤得干干净净 我以为我可以安枕无忧了 谁知睡觉前 柳如烟突然发来一张照片 我刚点开照片 就吓得差点摔掉手机 照片 这个穿着女服装的女人到底是谁 柳如烟穿着黑白色的女服装 完美的身躯将裙子称得鼓鼓囊囊 露出白皙的大长筒 还以为相处这些年 我已经对柳如烟的怜免意了 但看到这张照片 我还是没忍住咽口水 你这是什么意思 老板 大晚上给我发这些不太好吧 就是看了你写的书 作为女主角原型 我给你看点真实的呀 从那天起 柳如烟就画风突变 书里柳瘦给男主角带爱心早餐 想先抓住他的胃 柳如烟也立马给我带早餐 我一大早就爬起来煮到海鲜粥 你觉得怎么样 我尝了一口 小声问他 老板 有人说过你做饭很好吃吗 还没有呢 我可不是随便给人做饭的 那你还煮 这一口下去 我差点看见我太奶了 但柳如烟不放弃 书里女主角给男主角发各种照片 柳如烟也照葫芦画表 短短半个月 我的收藏家多了上百张照片 后来他又开始学习 每天接送我上下班 等等 直到一个月后某天晚上 我们一起参加宴会 这次我打起精神 一直跟在柳如烟身边 他没遭到任何暗算 但和合作商喝酒的时候 他还是挡在我身前 我一口没喝 宴会结束时 他已经喝得醉醺醺 我们站在路边等着司机来接我们 柳如烟靠在我的肩膀处 不知道在嘀咕什么 我好奇地凑过去 终于听到他的声音 都用过了 不好用了 什么不好用 你书上说的那些方法 每一个我都试过了 你还是不喜欢我 这些方法根本不管用 你什么时候更新的 搞了半天是来求更新的 但最近柳如烟安安静静不作妖 导致我都没什么灵感 你为什么非要学书里的内容 在短暂沉默片刻后 柳如烟突然站直身子 坚定地开口 因为我喜欢你啊 你感觉不到吗 我就是因为喜欢你才会做这些 做社畜太久了 以至于在老板说喜欢我的时候 我的第一反应是 他该不会想不给工资 白调我的劳动力吧 我们第一次相遇还是在高铁上 那时候我就觉得你和其他人不一样 那时候我刚刚接手公司 大家都看不起我 那会我还以为 柳如烟是早早接管公司的霸主 结果进公司才知道上当了 董事会的人觉得他年轻 看不起他 没完没了地给他屎半子 许多仗着自己资历老的中高层领导 也是各种找事 现在回想起当初的日子 完全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形容的 只有你跟着我去见客户谈合作 全心全意为我做事 在我心里 你不单单只是我的秘书 更是和我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 柳如烟站在我面前 朝我伸出手 季博出 我喜欢你 希望你能看访我 考虑我 希望我们不单单是战友 更是能互诉中长的恋人 明明今晚我也没喝酒 但此刻却怀疑自己已经醉了 否则在四目相对的那一刻 怎么会突然感觉心脏漏了一排 怎么会突然情绪上头就这么答应下来 第二天一早 我起床突然发现 自己收到了一堆莫名其妙的祝福 仔细一番才发现 今天凌晨 柳如烟自己一个人 发了十多条动态 以后再也不是孤单一个人 甜狗日记 可以正式更名为 恋爱日记了 从此和单身狗拉开差距 柳如烟一个人狂欢迎的众人皆知 以至于我早上来公司室 成功收获了大家的注目 看来以后还得戴个墨镜来上班 早上好 男朋友 柳如烟踏进公司的时候 我仿佛看见了一只开瓶的孔雀 穿得精致考究 袖口的钻石都在散发着光台 他将一份早餐放在我面前 快尝尝我给你带的早餐 我感觉我的太奶 似乎又在给我招手 但幸好这次柳如烟 有了自知之明 早餐是他在外面打包的 上午公司召开了股东例会 随着这些年柳如烟的不断发展 股东们的话语权越来越少 每个人都心怀鬼胎 还要维持表面和谐 刘总谈恋爱这件事情 怎么不给我们商量一下 就这么直接公开 会不会有点 有位股东首先开口 只是话还没说完 就被柳如烟直接动回去 怎么 我是什么明星爱动吗 谈个恋爱还必须偷偷摸摸 谈恋爱是会对公司 造成什么影响吗 也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很多合作商 其实一直很看重刘总 想和刘总联姻 放着这么大的好处不要 很可惜 既然好处这么多 那王总你去联姻吧 哦 你已经年于四十了 人家看不上也正常 另外 咱们这是正经公司 我也没有挂牌下海 柳如烟在会议室里 把各位股东对得哑口无言 我只担心事后 这些股东会不会找麻烦 果不其然 没过几天 公司就突然被曝光 重要资料泄露 偏偏这份最终修改的文件 只有我和柳如烟看过 资料泄露导致公司在竞标时 底价提前被知晓 我们失去了重要底牌 和这次中标失之交臂 柳如烟不可能自己出卖公司 于是乎所有人都将矛头对中 董事会一群人恨不得 将我的皮扒下来 这么重要的招标 居然提前泄露底价 这么重要的商业机密 都可以泄露 我们公司的内鬼未免 也太嚣张了些 说这话的时候 几个股东的眼神 都在往我身上飘 各位的眼睛如果不需要 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 柳如烟出声提醒 众人才收回视线 但股东会一致抗议 要将我暂时停职 毕业多年后 我终于过上了在家躺平 一觉睡到天亮的感觉 不用上班之后 太阳都变得可爱许多 唯一心情不好的 大概就是柳如烟 毕竟以前我们还能天天见面 再加上我不爱出门 可以在家躺一个星期 柳如烟约我出来约会 都被我拒绝 终于在周五下午 他爆发了 我们一个星期没有见面了 你是不是厌烦我了 就这么不想见到我吗 他消息发来的时候 我才刚刚起床 这种作息混乱 昼夜颠倒的摆烂感 真的很爽 是不是我们再不见面 你就要打算抛弃我了 我们的感情就这么脆弱吗 柳如烟消息发个不停 我只能赶紧安抚他 不会的 我们有这个世界上 最牢固的关系 已经代表这种关系的信用 真的吗 是什么 我不记得有送过你的 病情信用 我说的是雇佣关系 和劳动合同 这可不是简单的合同 这是我当牛坐马的卖身器 下午下班 我准时来到公司楼下 接柳如烟 老实说 出门的时候 就已经萌生退役了 晚高峰太多 有这时间我还不如点个外卖 然后躺平 很快 柳如烟出现在公司楼下 只是他身后还跟着一个男人 我说了 谁叫你来的你找他们去 跟我没关系 柳总你别这样 博出哥能做的我也能做 叫哪门子哥 少跟他攀关系 柳如烟不乏匆匆 想将那人甩在身后 这是谁啊 我好奇的上前 柳如烟挽着我的手就往外走 董事会那边给我安排的秘书 他们先是赶走你 随后就找了新秘书 就是想在我身边安插眼线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刚要上车 那个男人就直接挡在我们车前 刘总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我妈妈病重了 我需要钱 我保证不会惦记博出哥的位置 真是一出好戏 要是不留下他 说不定会把脏水都泼在我们身上 只可惜他道德绑架遇见的是柳如烟 笑死我了 你妈病重和我有什么关系 是我害的吗 如果不是 那就闭嘴 毕竟各行各夜都辛苦 谁骂不易谁弥补 男人脸色苍白 只能委屈巴巴地看着我们 柳如烟却连个眼神都没分给他 直接开车离开 董事会在半个月的时间里 前后给柳如烟找了七八位秘书 各个履历出色 模样也很帅气 只是每个人都待不到半天 就会被柳如烟以各种理由赶走 最恐怖的一次 据说一个星期换五个秘书 每个都是被骂走的 要不就是文件处理不对 要不就是咖啡泡的不好 公关部的总监周末约我喝咖啡时 说起了这件事情 看来当初柳总对你是一见钟情 一点没刁难你 我立马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脸 怎么可能 谁懂我当初一天泡十二杯咖啡的苦啊 不是吧 那你怎么留下来的 只要够穷就行 穷能发挥无限潜力 因为太穷生怕错失这份工作 我把柳如烟的喜恶全部贴在电脑边 方便每天看着 那时候柳如烟也着急培养自己的人 就干脆把我留下来 我俩是经过无数次磨合才走到今天了 喝咖啡的同事离开后 我继续留在咖啡馆 很快又等到一个人 公司的股东王总 还是第一次在非工作场合 和季秘书坐下来好好聊聊 昨天晚上我收到了王总的邮件 说想约我单独见面 季先生停职这么久了 要不要考虑换一份工作 该不会是王总泄露公司机密的事情 暴露了吧 柳如烟已经把人查出来了 王总也知道这件事情瞒不住 所以索性来找我顶包 只要你能答应 我可以给你一大笔钱 说实话 你和柳如烟刚刚在一起 未来怎么样也不一定 还不如拿着钱离开他 你看你工作这些年 柳如烟要是真的喜欢你 早就和你结婚 让你进柳家过豪门大哨的生活 王总还在和我分析利益 我已经懒得听他胡扯 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可以替你顶包 隐瞒你泄露公司机密的事实 但你打算给我多少钱了 五百万 我端咖啡的手一抖 咖啡差点洒出来 这可是五百万了 能签赠予协议吗 王总立马点头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合同 只是刚签上他的名字 柳如烟就从他背后出现 王总 你想撬走我的人 看见来的人是谁 王总的脸色瞬间苍白 不是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们骗我 王总的视线在我和柳如烟来回打量 我掏出口袋里的录音笔 顺便把赠予协议撕个粉碎 不好意思 其实我还挺喜欢这份工作的 虽然上班很累 每天一股班位 让我恨不得炸了全世界 但我的成就感也是在职场里获得的 这也是我一直没离职的原因 王总泄露公司机密的事情被曝光 他手下的员工 要么被直接开除 要么调到分公司被边缘化 最终 王总无言留在公司 自己交出股份 离开了公司 柳如烟彻底坐稳了位置 拿下一个重要项目 公司上下一个欢庆聚会 晚上放烟花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我的五百万 你可是为了我 错失了五百万 既然如此 那我陪你一个 柳如烟突然俯下身 我感觉指尖一凉 无名指上套下一枚戒指 硕大血红的鸽子弹 差点闪瞎我的眼睛 失去的五百万 加倍补偿给你 以后也留在我身边吧 我看住手里的戒指 心里悲喜交加 完蛋 这下除了劳动合同之外 还是彻底被套劳了 全文完